一生气,在孕期,孕妈最不能控制的,应该是自己的情绪了吧,随着手筋软的灼床,孕妈身体也会发生会多微妙的变化,体内激素的变化使得内分泌紊乱,孕妈情绪出现烦躁,不安,郁怒等现象,这些都是正常的生理反应,但是孕妈也要学会克制自己的情绪,不应该大喜大悲,尤其是孕妈生气的时候, 胎宝宝可是非常的不舒服,胎宝宝一般有两种表现,一种躲在孕妈肚子里门不作声,孕妈肚子又硬又骨,另一种就要捅破肩一样,在孕妈肚子里闹腾个不停,但是当孕妈稳定情绪,胎宝宝也会慢慢的平复下来,二劳类,在孕期,孕妈不宜做烈活,这不仅对孕妈身体不好, 更重要的是对胎儿也是没有一点好处,举个例子,比如搬东西,孕妈就不适合,尤其是搬重物的时候,孕妈腰腹肌肉会收缩发力,对胎儿是会有一定压迫的,到了孕晚期,可能会刺激到子宫引发宫缩现象, 有的孕妈在平时也会多少做些家务,都应该是可儿子,只要是感到了有疲惫感,孕妈就应该在原地或者躺下休息,孕期以休息为主,活动为福,在饿肚子,现在年轻孕妈的生活规律,和以前都不太一样了, 很多孕妈都有熬夜的习惯,谁都晚起床就会晚,错过吃早餐的时间,这是非常不正确的,孕妈在孕期其实应该是少时多餐,感到饥饿就要补充一些食物和营养,也不用刻意得的饭点, 但是经过一个长时间的睡眠,宝宝可是要一直在补充营养中,如果孕妈饿肚子,胎宝宝可是第一个不答应, 她会通过努力来让孕妈感受到她的反抗,直到孕妈好好的吃完饭才算结束,女神有话说,怀胎时月一朝分娩,在整个孕育的过程中, 孕妈和胎儿是相互斗促的角色,但月妈做了一些不正确的事情,胎宝宝会通过各种方式来提醒孕妈, 只要是稍微有一些不融洽的事情发生,胎儿一定会挺身而出来告诉孕妈,孕妈们, 当你们在做些什么事情的时候,胎宝宝会和你互动吗?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 放闻TT 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